演一個豬八戒喔 在裡面至少有二三十場哭戲 我什麼傻眼 唱紅為你寫詩等唱小金曲的吳克群 近年在中國參加不少眾力真人秀 以及戲劇的演出 以前他因為怕黏頭套掉頭髮而抗拒 拍數千萬酬勞的古裝劇 沒有想到後來他就因為劇本好 接拍了林雲智這部古裝劇 讓以前卡關的哭戲開竅 他接受進電視專訪時 透露搭檔的女演員 是如何開通她的淚線 我有一次跟女主角兩個人 因為她要死去嘛 所以兩個人要一段哭戲 然後她是超會哭的 她是戲劇學院的老師 然後她看到我 感覺我沒有辦法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因為拍不到她是拍我特寫 她就抓著我這樣 給我然後看著我 然後自己痛哭 她就在我面前這樣痛哭 可是我完全拍不到她的 結果我一看到她眼神這樣 我就受不了 哇 哭到連鼻涕都流出來 讓她再度翻紅的真人秀 披荊斬棘的哥哥哥 也遇到讓她開竅的貴人 因為以前她看到鏡頭就很聽 是張建月讓她學會放鬆 她笑稱張建月 是她人生中的一盞明燈 第一天的隔天早上 然後我起來做運動的時候 我就看到月哥 上身都沒穿喔 然後就刷牙 有鏡頭她沒有在管的 然後走出來 喔 運動喔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牙膏泡這樣 喔 錯喔 二十多年的演藝圈走來 當然不會只有朋友相挺 貴人相助 被騙錢被欺負 被踩低的事情可多了 但她用一種心態 在讓自己享受娛樂圈 我覺得越健忘的人越不焦慮 然後越不忌恨你就越快樂 就這樣而已 你剛剛說的 不管是我拍電影 或是做很多事情 也會被騙錢 也會被 對 她甚至是 也有很厲害的人跟你合作 或者是怎麼樣 反正這一路過程 會有人騙你錢 或是欺負你 壓榨你 然後甚至是 小說出道的時候 也是會有人 就是你不紅的時候 別人就欺負你 踩你 這都很正常 近新聞 朱建宏 陳拓宇 採訪報導 我們下期見 沒差 再旨 eighth fourth 第三 third